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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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走过千山万岁寂寞红盛 寻找那个有缘人 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 我的心如止水无波无闻 但是追满了伤痕 没有人愿做挥霍青春的人 你就是我前世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靠近 熟悉的眼神何以问 不用说也不用问 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相认 注定的时间何缘分 共度一生永不分 走过千山万岁寂寞红尘 寻找那个有缘人 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 都是这些石柱 看不清楚方向 别再打了 这里快要塌了 是 这瓶铁就在里面 我们进去 心里要紧了 快离开吧 可是 快啊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小心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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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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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姑娘 你回来了 带起来 我帮你换药 哦 帆姑娘 我睡了多久了 整整一天了 啊 你干嘛盯着我看呢 我看不见呢 躺好 衣服脱下来 躺好了 笨头笨脑的 看你危险也不知道跑 我啊 就从来没看过像你这么笨的人 当时情况很危急 我怕你被大石头砸死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也会 会怎么样 我才不会像你那么笨呢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送了性命啊 你坦白告诉我 你怕我怕死啊 如果说不怕 那是骗人的 可是当时那种情况 我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 我一心一意 只想救你让你平安 否则我真是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 为什么 因为是我 要你带我去找金墨金 才遇到危险的 不是我带你去 你别忘了 金墨金也有我的份啊 对 我们是合作 我问你 如果我只是想利用你 帮我找到金墨金 然后再把你杀了 你会怎么样 如果金墨金对你来说 真的是那么重要的话 你拿去就是了 为什么要杀我呢 我死算不了什么 但是人与人相处 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助 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 好了 算你走运 遇上了我 要是换了别的大夫啊 你的伤不但不能救 就算药医 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够好得了呢 谢谢你啊 方姑娘 对了 你要找金墨金啊 就得在那边好好的养伤 不要乱动 听到没有 知道了 怎么这么久还没人来啊 我说说他们 怎么还不到呢 叶大哥 我们再进去找一次好不好 你别那么冲动好不好 上一次没死是运气 你以为好运会天天跟着我们 我知道了 我们可以绕过后山 从后山进去找啊 我们总不能 只坐在这儿等我说说他们来救啊 一定有路 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进阎王谷的 你不要着急 慢慢找啊 那个姓房的不是什么好人 我担心院祖啊 这里地势险恶 进阎王谷的路可能不是那么好找 再难找也要找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念祖在这儿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 你真的很关心念祖 都怪我嘴巴话太多 害得他为了找秘籍 一身犯险 事情没那么简单 念祖一定有他的苦衷 苦衷 先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先找到他再说吧 走 小心 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没有路 绕过这个山岩 应该有路可以到银王谷的 你想攀过去 走另外一条路 这太危险了 不 这里就是一条路 你在这等我 我先试试看 不要往下看 不要往下看 往上看 往上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干了 穿上吧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了 你还说 我是怕你受凉 才帮你把衣服脱下来烤 怕你冻坏了 男女有别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 我被你害死了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你 你还说不良话 我又没碰你 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干嘛 你 我也是一般好意 可以吗 我既然斗子 也不用你 不用你 超假衣服是吗 不该脱也脱了 不该看的我也看了 大不了 我不跟别人说就是了 还能怎么着 你不要这么傻 我才不要你管呢 傻丫头 大不了我娶你了 我不嫁你 我才不嫁你呢 你不嫁我 你嫁谁啊 嫁念祖吗 傻丫头 你要嫁我 我还不能娶你 你不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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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你也应该让念祖知道啊 你想要让他知道吗 没这个必要吧 可是 你们有指负为婚之约 叶元两家不是约定 如果是男的 就结为兄弟 如果是一男一女就 就结为夫妻 念祖喜欢的人是谁 我心里有数 你也应该知道吧 再说 我背负着双洋装的白口血债 而女思琴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可是 我看得出来 你喜欢念祖 可是你也明白 念祖喜欢的人 又不是我 而且为了双洋装的事 我能不能报仇 能不能活命都还是个疑问 对一个只有今天 没有明天的人来说 哪有资格谈结婚嫁呢 再说父母相约的时候 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只能说造话弄人吧 叶姐姐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要不是看你刚才要死要活的样子 我才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 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我跟念祖 只是兄弟手足之情 房姑娘 房姑娘 小爷 你们应该已经安全到了飞燕山庄吧 对不起 请原谅我不告而别 我也 我有喜爱深潮 我真的不能够连累你 眼泪飞燕山庄 我必须尽快找到金墨镜 我记得是五步下台阶 我记得是五步下台阶 三步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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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是从山洞那边传过来的 难道是 等一下 你怎么跑来这里 莫非你想独吞金墨镜啊 房姑娘 我们不是说好合作的吗 我怎么会独吞金墨镜呢 再说我扮个瞎子 怎么能逃出你的手掌心呢 我只是想早一点找到金墨镜而已 你知道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好 咱们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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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好走 我看你牵着我的手 我看你牵着我 我看你牵着 我的脚 没事吧 我看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 走吧 你的脸 我的脸根本没事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干嘛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 你一直都是这样防人的吗 你难道都不防人的吗 那你说要找金墨金 难道也是骗我的吗 金墨金本来就是我金墨门的秘籍 那我问你 你干嘛找金墨金啊 我希望能够练成绝世武功 对黄 看来啊我们是非要找到金墨金不可了 否则啊 你的丑口网就很难报了 谢谢你 小兄弟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找找看 还是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发现的呢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发现 嗯 难道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房姑娘 嗯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没有啊 我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是风声 风声 没有啊 这石壁后面一定比有洞天 房姑娘 嗯 这里有个石室 石室 一定是祖师爷的隐居之所 祖师爷 对 金墨门祖师爷啊 前居山林 把医生的武功都写成了秘籍 就是人人都想得到的金墨金 如果 这里是祖师爷的住所 那金墨金一定就在这附近 那金墨金一定就在这附近 金墨金 暴力会在哪里呢 房姑娘 你看墙上 小圣帝你快点看 这边是祖师爷所创的剑法 你看 那边有一首诗 是 万丈寒藤绕崩石 雷霆入地见险西 寒沙茫茫海坐山 千锋倒影在其间 难道这首诗就是告诉我们金墨金的所在之地 有可能啊 我们终于找到线索了 小心啊 慢慢走 既然得到诗句引路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金墨金了 那当然了 不过你放心 到时候啊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功劳 跟你共享金墨金的绝世武学的 金墨金是我打败张丽华的唯一希望 在哪儿呢 我记得做个草兆 哈 庆史上 沙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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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茫沙茫 粉枝 哥哥送给你这个笛子 你喜欢吗 嗯 爹娘不在了 我会照顾你的 你放心 嗯 我有哥哥救好 怎么了 宝姑娘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一只这样的小竹笛 奇怪了 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让我看看 上面还没有钻音口 当然不会有声音了 走吧 我们回去了 奇怪 我在阎王谷住了两年多了 怎么就是没有见过诗上写的这种地方 黄姑娘 黄姑娘 什么事啊 好厉害的剑法 怎么回事 我刚才在设练 实施中看到了两招剑法 没想到威力这么强的 而且还有一股内力 在我体内自然的增强 金墨金真的不得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相信 你试试看 你就知道了 不用了 我看见你刚才练就知道了 而且还有一股热流 在我体内动 只是简单的两招剑法 真是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是吗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还得看个人的天分 看来你还是个学武奇才啊 黄姑娘过奖了 奇怪 金墨门的前辈 怎么会在墙上 留下两招剑法 这 会不会跟师俊有什么关系呢 黄姑娘 我看 我先把这两招交给你 然后我们再继续找 好不好 师妹 金墨金是本人学学 理应为本人独有 世人却都盼了忘想 所以凡任何人沾手金墨金 格杀不过 你要告诉我念祖的消息 是不是 念祖误闯阎王谷 生死不明 看你个神子 他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江湖上传说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阎王谷 他怎么会去那样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凤莹 你要相信我 这事与我完全无关呢 怎么会跟你无关 所有的事都是你引起的 念祖既然知道了真相 我再把它留下来 凤莹 你怎么过日子 现在这种骨肉分离的日子 难道我就好过吗 胜利总比死别好 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凤莹 我本来想 只有这样 你生命中的两个男人才都能好好的活下去 我不要让你伤心啊 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这么久了 叔叔们怎么还没来呢 怎么办嘛 你急也没有用 耐心的等 但是 叶姐姐 叶大哥 以后别忘了 小燕 是我三叔 小燕 小燕 三叔 怎么只有三叔 怎么只有三叔一个人来啊 小燕 你真是胡闹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可以随便放出救急的火筒 我们正担心你出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多天还没到家啊 三叔 我当然是有十万火急的事 才会点燃火筒的 哦 你有什么急事啊 这位又是谁啊 哦 这位是叶湘雨 叶大哥 哦 原来就是叶夫人的公子 叶夫人一行 已经到壁庄了 这位是我三叔 求计划 求前辈 三叔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 二叔 四叔 五叔呢 山庄里 出了事了 什么事啊 你五叔 他死了 五叔 五叔 他死了 山庄里 正在安排你五叔的后事 所以 就我一个人来 你们这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求前辈 我的兄弟 小燕的朋友 元念祖误闯了阎王谷 生死不明 所以请前辈们 前来相助救援 元念祖 元人精的后人 对 三叔 你一定要去救他 这阎王谷 是出了名的森罗殿 人进去 只有死 没有活着出来的 三叔 我不管 就算他死了 我也把他的尸首带出来 再说 我相信念祖他还没有死 小燕 你说的也太容易了 这修罗仙子 是金墨门的人 他年纪轻轻 武艺高强 我们 可不能小看 难道 我们飞燕山庄就怕了他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他也是你二婶的师妹 对付他 也不容易 二婶已经离开二叔那么多年了 管他师妹不师妹的 三叔 救人如救火 他进去多久了 两天了 恐怕是凶多吉手 小燕 你们猴鬼冒这个险 去救他 三叔 念祖当年也冒生命的危险救过我 所以今天有再大的危险 我们都要冒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 好 如果您不去 我自己去 房子军 你给我出来 房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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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小燕 小燕 房子军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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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前辈 小燕 房姑娘 在下打扰你了 既然你就在附近 请出来相见 哈哈哈 房姑娘 久违了 我阎王谷一向跟你们分宴山庄 是井水不犯河水 丑几华 你今天来有什么指教 黄姑娘请息怒 我们今日前来绝无恶意 是想向黄姑娘讨个人情 带回那个误闯贵谷的年轻人而已 闯入我阎王谷 还有活着出去的道理吗 好吧 我就明白地告诉你们 那个年轻人 早在我黄志军手下超生了 什么 你真的杀了他 黄姑娘 你既然已经把他给杀了 那就算他命该如此 请黄姑娘让我们把他的尸体带回去 有得罪之处 毕燕山庄 他日在登门请罪 尸体 早就扔到韩币潭去了 就算我把尸体交还给你们又怎么样呢 难道你们今天还想活着离开我阎王谷吗 黄姑娘 有句俗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不要咄咄逼人 当我求某好欺负吗 普利昌都吓不倒我 我岂会怕你 黄姑娘 飞燕山庄是看在你师姐的份上 对台出处忍让 不管怎么说 令师姐吕梦莲也疼是我们二嫂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不知轻重好歹 我师姐跟你们普利昌早就恩断义绝了 少在这边给我拉关系 既然如此 我求某亲人都要看看 你金莫门的武功到底有多厉害 我以为飞燕山庄的武功有多精绝 原来也不过如此 求前辈 求前辈 三叔 求前辈 三叔 求前辈 三叔 凡姑娘 你回来了 凡姑娘 你受伤了吗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啊 是我 为什么呢 我杀了你 凡姑娘 发生什么事了 你 凡姑娘 我要你一生一世都记得我 走开啊 凡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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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孟娘 是几ingers 留下kle 可惊 丑姑娘 我再外来不及回来送你的大哥 敬天 你放心的去吧 你临终所交代的事情 二哥一定会替你办成 沙大哥 你为我们双氧庄牺牲新名 这一辈是我娄孟琪 代表双氧庄精灵 双氧庄 叶夫人 请放心 五弟临终所拖的事情 要我相助叶夫人 双氧庄的血债 我一定拼尽所能 为你们套回这个公道 二长州 此人此得 我们无以为妄 二哥 不好了,又接到小燕的告急活動,一定是三哥出事了 他們現在人在哪裡?在燕王谷 燕王谷? 二莊主,有什麼我們可以效力的地方嗎? 不用了,這件事我們應付得了 姬野,你馬上回山莊,請華大夫跟我們一塊下山 是 華大夫,他的傷勢怎麼樣? 他種的是金莫門的毒門毒藥 我只能做到使毒性短時間內停止蔓延 如果三天之內沒有解藥的話 三天?是不是沒有解藥,三叔就沒有得救了 是,沒有解藥,神仙也難救他 都怪我太任性了,是我害了三叔 二哥 我去燕王谷找那個丫頭拿解藥 慢著 你不能去 為什麼 難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這三哥毒發身亡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原來,原來你是為了你那個夫人不想得罪金莫門的人,是嗎? 我,我怎麼會呢? 既然不會,好 那就跟我們一起殺進燕王谷,找這個丫頭拿解藥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是沒用的 為什麼 這個防止君,我曾經跟他師姐有個誤會 因此,他對我一直有所偏見 要想讓他賣個交情,給我們解藥,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啊 我不用他賣什麼交情,我只要拿到解藥 如果軟的不行,我就來硬他 嗯,你說的沒錯 要是不置他於死地的話,他是絕對不可能交出解藥的 好,那我現在就想置他於死地,慢著 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否則會危害到三弟的性命安危啊 二庄主說的有道理,就算我們殺了防止君,那又怎麼樣呢? 沒有解藥,還是救不了裘前輩的命 要對付他嗎? 我看,就得花點心思了 黃姑娘,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有話你就說吧 我覺得你今天好像心事重重 也不去找金墨金了,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你想知道什麼事啊? 待會兒再告訴你 黃姑娘,你在收拾東西,你要去哪裡啊? 我不走不行了,我的仇家就快找上門來了 仇家? 什麼樣的仇家? 讓我幫你一起對付他們 沒有用,打不過的 他們這麼厲害嗎? 他再厲害啊,我也要他兄弟一起陪葬 黃姑娘 好了好了,不用說了 明天一早,我就要離開閻王谷 你也不要留在這裡了 可是你的傷 這點傷我還挺得住 黃姑娘,讓我跟您一起共進退吧 不必了 你不是還要為雙陽莊寫案討公道嗎? 你自己要好好珍惜性命 不要再隨隨便便相信別人了 對人要防著一點,知道嗎? 哦 有機會啊,我會再回來找金墨金的 到時候我們再見面吧 哎,黃姑娘 可是你一個人,我怕你 對不起,我真的不想拖累你 但是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 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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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姑娘,黃姑娘 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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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一大清早 你赶着往哪去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知道 我也知道 你来的目的 那就好 好什么 可惜 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气丑了 现在该轮到我了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你 你不杀我 我就杀你 你这个父亲汉 我要你做我野王谷的游魂野鬼 替我师姐报仇 我告诉你 我跟你师姐是间的误会 不需要你来管 要杀要骂 尽管叫你师姐来找我 我师姐跟你的念语已经了了 你们早就已经一刀两断了 方姑娘 你女主我在这边快来帮我 我读乱自的误会 我来找你